然后呢 那OK 那么底下我们来介绍这个组件 组件怎么写 好 创建一个组件 以及用JSX的语法的模板 好 我们来试一个例子 那么有了这个东西以后 组件这个东西呢 我们就好说了 为什么我说的这些东西都不是没用呢 我说的这些东西都是 在后面你会用的 我要不跟你说清楚了的话呢 我代码啪往上一敲 然后你就直接就 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而且有些同学呢 最麻烦的是还学过ES5 那么这次到ES6的时候 看完看这代码怎么看怎么发愁 好 我们003.html 好 然后这儿的话呢 还是刚才那个万年不变的第五 id 等于 app 原先刚才我们在写代码的时候 我们直接底下一个script 直接就 render那什么进去抓了 type 等于 text 杠 是这个杠吗 这不是这个 这个皮 啊 bible 我说看着变 好 我们刚开始原来写的那个东西呢 是直接在那儿 runder一个东西 然后现在呢 其实来讲我们可以写一个组件 也就是组件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来讲呢 我们刚才 呃 我们还是先写我们熟悉的代码 let all div 呃 等于 get document .get element by id app 好 然后是 dome react dome 点 runder 上面一个东西 比如说 od 对吧 刚才我们写的这些东西都是呃 dome缺省就有的 dome缺省就有的那个那个什么 他只要换把它换成html标记就可以了 那么现在如果我们自己想创的创建一个标记 怎么办 我们自己想创建一个标记 这个标记比如就是一个hello code 然后里边呢有一些 本来有一点结构 甚至来讲就是一个 好几个标签组合成的一个东西 我们经常会遇到 比如登录 他就是用户名密码 然后这个东西呢会在好多地方使用 比如说可能我有四到五个登录窗口 每个登录窗口我都想写这个东西 那我原来的办法呢就是在四国页面里copy paste 这个这个因为他有html的标记 你一定要copy paste 这个这个几乎就无法做到不充 那个那个那个就是避免copy paste那种重用啊 但是现在在react里面 他就能做这件事情了 那么首先来讲呢 我来给我的component起一个名字 我的component的那个叫什么呢 我把它叫做mycomponent 这名字是不是挺俗的 叫mycomponent 你写完这个东西以后你往上run的 他一定出错了 因为他不认识 所以在上面的时候我们要开始定义这个东西 我们要把它定义出来 那么这个东西怎么定义 这个东西是class 看看我们刚才开始写的 参考这个地方哈 参考这个语法堂啊 class f extend s 好吧 这个地是是class mycomponent 看见了他开始提示你了 他好像突然明白了extend 这个东西extend的出谁呢 从react.component 从他开始 从他开始后面一大括号 然后里面是我们 回忆一下这儿哈 里面是开始定义 好 那么在这儿的情况做完以后 这个底下呢 首先我们要第一个要说的点哈 注意的点 第一个 自定义 你自己定义的组件 组件的名称 第一个字母 必须大写 牢牢记住这个事情 为什么 这个如果原先作为这个地方 比如它是一个构造函数的话 我们这么说 你第一个字母大写 这事情 顶多是说 你服从编码规范 你变成小写 它也没关系 class这个地方 你变成小写 也没关系 但在react这个地方 是react的要求 为什么 react用这个字母 是大写 还是小写 来判断 它是一个 你的组件 还是 这是一个html标签 就是如果你第一个 首字母小写 那么它会误 react会误认为是一个 会 误 认为是一个html标签 所以这个时候 就出现对错的问题 这个地方不能错 明白吧 这个地方绝对不能错 好 第二个 这个在任何一个 从react component 里产生的类 render函数必须有 这没什么好说的 你没有render函数 人家一会 因为它的render到这的时候 它要初始化 这个component 然后它要掉 这个上面的render 一会我们会把它拆解开 就是你之所以 react能把东西 画上去 就是因为它的render函数 被调用了 它每次调用render函数 的时候会进行重画 所以你这个地方 如果没有 那它就没法重画了 所以render函数 必须有 那么这个render函数 相当于谁啊 反过来如果下es5里相当于怎么写的 你看这个funk是怎么写的 是写在这儿的对吗 也就是说如果你翻回来写 它得写成那个 呃就是那个 那个 那个呃你这边的这个类 对吧 这是mycomponent的点 postatype点 render 那么写 对不对 那看起来就 是有点奇怪 是吧 这样写 看着可能舒服一点 所以这个必须有 然后它上面还有一函数 constructor constructor 我这么说 constructor是叫可以有 constructor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pops 那我们就沿袭这个pops 先建议这么写 然后在里面那是super super是谁 super在这儿 看着吗 这是component 好吧 把这两个地方先先搁在这儿 好 三点就是constructor 函数建议有 好吧 那么这个整个的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东西 那么render这里面 一会儿也要写点东西 那么render里面 现在我们 我们怎么写呢 我们比如在这里面 let name 等于 55了 我们休息一下